另外來看到是臺中東區 昨天晚間發生重大車禍 四十九歲的劉姓男子 在路上看到警方臨檢 他心虛逆向落跑 遠景騎警用機車追兩個路口 被紅燈擋散來 證明駕駛卻一路闖紅燈 撞上綠燈執行的兩台騎士 後照式逃逸 造成一死兩重傷 警方在十五號晚間十一點 把言插氣到岸 十字路口這輛叫車 速度飛快闖紅燈 碰的一聲 直接撞上綠燈執行的兩台機車 失控的衝向路數 騎士也被撞到彈飛重衰 醫護人員不停CPR搶救 但是這名六十五歲的業姓男騎士 當場就沒了生命跡象 另外一對雙載的連姓姐妹 一個意識不清 一個開放性骨折 傷的都不清 緊急送醫還在搶救中 聽到非常大的撞擊聲 那有兩個女傷者 那一個男傷者都是很嚴重 照市叫車的車身 整個嚴重扭曲變形 被撞得機車更慘 幾乎解體 連輪胎都直接分家 車禍地點就在台中東區 振興路跟東光源路口 十五號晚上七點多 四十九歲的劉姓男子 在路上看到警方領檢 自己心虛逆向落跑 遠景一度騎警用機車 在後方尾隨 但是到了路口 卻被紅燈擋了下來 只見駕駛一路闖紅燈 發生了車禍後 一個人從副駕駛坐下車 還一個不小心跌倒 跟著汽車徒不討厭 最好是駕駛疑似受了傷 走起路來一搏一搏地 徒步往太平方向逃逸 警方也在晚間十一點 把人查氣到岸 記者方品文 胡杰倫 蔡振順 SNJ小組 台中報導